來介紹好了 對 那我Honto 你看得到嗎? 你看得到了齁 呃其實就是很多面 就跟那個電影那個蒼蠅俠 蒼蠅俠 來來來 我Honto呢 謝謝老師呢 最貴的齁 最貴是這一次表 他真的是 動房子的版本就是三百萬 喔 欸好像 沒有驚訝到你們了 因為我們也差不多 所以還好 想說我最貴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然後我這個手套呢 真的是全球就只有一個 Lady God 設計師的身材 Ryann Stimbert 對 他真的是 我超喜歡的 真的 然後就是 我們的身上打扮 其實我們大家都要 就是永遠 全球只有一套 就是一件 我覺得 有一種非常 非常 痴窮的感覺 真的很痴窮 喔 是啦 是啦 我們今天 看得知道 因為男人第一次穿這麼高貴的東西 有點不太習慣 喔 那你呢 對 那個 這一次也是第一次 身上表 盲頭這麼的貴重 然後 我身上最貴重的 應該就是這支錶 那其實這支錶的話 因為也是名牌 然後而且上面有 非常多的轉 所以 非常的貴 然後大家 他這支錶這樣 比你遜色一點啊其實 這支錶大概一百六 對 然後其實身上這支皮衣的話 是還蠻特別的 是西班牙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品牌 然後其實就知道我們這支要做 一個精選集 他們不要霸精選集 然後所以特別的一個贊助 然後幫我們重新做一個造型 其實這支做的造型算是 為進群角有些男生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年進群角更厲害 對對對 就直接在那邊打地中蓋房子 差不多 對那個造型師的時間要booking一下 對 有些產品就是 對 就是今天真的很貴重 因為從來沒有在身上穿過這麼貴重 所以今天其實有一點 緊張 沒有緊張 但是就是 小心 對很小心很謹慎的感覺 對 就很怕動作太大出場 而且今天我們現場還有保鏢 保全 保全 保鏢是你自己私底下的 保全跟我們沒有關係 保全 保全 對 對 感覺今天真的很特別 然後 很不錯 新的嘗試 那像我身上的衣服呢 也是全世界就有一件的衣服 然後呢 上衣跟君子是一個華人 他在法國的一個華人的設計師 然後呢 就是我的鞋子 這個高跟鞋 就是鞋子 是非常特別 他也是一個就是華人的設計師 然後呢 他在紐約 然後他曾經在那個Dio還有LV上班 然後呢 他現在出來自己做一個 對 自己做一個那個品牌 然後呢 這個鞋子是今年糾通的 就是 新款 但是呢 台灣 絕對買不到 因為根本沒有貴 所以呢 現在就是在台灣的話 只有在我的身上 就是這樣 這雙鞋 然後呢 我的就是 戒指跟手錶 總共有五百萬 非常貴 非常貴 所以呢 就是戴的時候要很小心 就不要讓他受傷 受傷的話呢 就是謝謝四伶哥 抱歉 抱歉 其實今天做這個通告很開心 因為等下我們就是 對對對 因為他們等下 我們做這樣的錢 全部都畫光光嗎 沒有沒有沒有 做的通告很開心 等一下他們不是說我們不能這樣直接回家嗎 喔是喔 原來就這樣 出保險會不會就到你家而已 好那我呢 我這個項鍊 就是Piaget就是特別為我們來準備的 然後拿著這件衣服的設計師 也是特地就是 越洋打電話來說 一定要用懷秋來穿這一套 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啦 沒有啦 你讓我講一下嘛 不要自己隨便做專故事好不好 真的 沒有啦這套衣服真的很特別 它就是全世界也是僅有一件 然後 就是 唯我穿了才會這麼好看 對 也沒有這回事 也沒有這一回事 沒有啦 沒有這次很開心 因為大嘴巴這次是要發競選集的嘛 然後就是現在要拍宣傳照 那就是很謝謝就是 唱片公司特別幫我們準備這麼好看的衣服 然後 四個人身上只有這一套 我就覺得 這次的競選集 可以讓大家期待一下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今天 特別獨一無二 因為我們身上的都是限量單品 非常的 就是貴重 那其實今天是搭配一個 我們要 也是推出第一個限量 一個WhatsApp的應用程式的 是 那這是 iPhone3的第一個 有遊戲的應用程式 應該是想說 就是跟遊戲 華人樂團 劈跳舞的遊戲 因為除了就是 大家可以 常見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相簿啊 然後網路連結歌曲 然後MV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遊戲 就是跳舞機的那個遊戲 那其實那跳舞 對對對 就是跳舞機的那個遊戲 是我們 是之前還沒有人做過 那所以其實這一次也是非常的 讓我們感覺到 就是獨一無二 真的有獨一無二的感覺 然後跳舞機的遊戲還蠻有趣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這個新的 WhatsApp 10月8號 對 10月8號 9年一天 剛好跟我們就是 八片等於這一天 對 所以四個人裡面 誰平常最沉迷在玩電動 誰最沉迷在玩電動 華秋跟士林吧 最近的話 最近是我跟華秋 但是平均的話 應該都半斤八兩 對啊 應該都半斤八兩 因為他們也會 用iPhone 就是玩一些遊戲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 前電玩節目主持人 對對對 對 哦 這麼巧 好 好 玩我也是 不好意思啊 所以就在互相研究 怎麼樣破解一些 密技啊 之類的 怎麼破關啊 對啊 就是有玩遊戲的話 就是都會互相討論 會不會玩大影響大工作 喔不會 不會 這倒是不會 就是因為玩遊戲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是要以工作為主 所以就是譬如說 下午跟華秋睡在玩 然後就是睡覺前 睡覺前玩一下下 然後就睡了 因為是很累 其實還蠻想要玩很久 但是 就是你知道 毫不笑人 體力 喔對不起 體力不好 然後就很快就睡了 怕明天想到工作 大概是都玩哪一種類型 因為有競賽性 我們應該是 競賽性 我們應該是 戰略 交敵人 對 遊戲會跟人結怨 沒有啦 那個遊戲就是 對啊 一個戰略的遊戲 就是等於是你要去 是一個比較競爭型的遊戲 所以就是你要 你知道 不是你死就是我 所以 所以